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又到《落報》我不講長的時間 我是余榮揚 亦都很幸運請到鄭仲暉 多謝很多好的意見給大家 今集想講講 突然間爆了一聲 今個禮拜即刻宣佈 說周末巴士加價 即是不理大家怎麼反對 不理議員及社會公眾怎麼看 加就加 余Sir說得非常好 是彭一聲 我恐怕以後我們是彭一彭聲 不止一個彭一聲 是很多個彭一聲 政府的說法就是 得到大多數主流意見的共識 所以巴士加價 我們已經得到一些人的認同 但我看回頭 現在包括澳門沒有建制 說與非建制 絕大部分都是建制 建制都反對 但為了將來再次選舉 拿多些分數 不要將來被人抽獲 拿不到分數 你這件事都搞不定 大家公平了 因為我搞不定 上街遊行的都搞不定 沒問題 大家都搞不定 全部搞不定 全部搞不定 政府又懶人 不論區是怎樣 不論長短 簡單說就是這樣 不只是澳門區 例如去到尼島區 那個車是6元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離譜 另外X尾那些又貴1元 現在有個問題 早一段時間 大家都說一件事 因為我們為了公平氣結 不讓外來的非澳門居民 都可以佔了我們的福利 這次決定之後 都不會強調這一點 因為這一點強調是很難執行的 大家可以買一張澳門刀就搞定了 可以轉弱 你都不知道 我跌了又買 跌了又買 我可以買很多張 所以變成 他實性都想過 想過 我不提了 說出來 一定是比我拼 有件事是好一點的 對於老人 初頭說想設一個時段 就沒有那三毫子的優惠 那些老人說 我早上要帶個孫子上學 我兒女要上班 全靠我 你居然想這樣的辦法 現在索性 老人連那三毫子 任何時段都不用了 年輕人也是 好 還有陳侄仁 我想一件事 澳門的經濟狀況 在今時今日 怎樣都比國內很多地方好 連國內 我跟你說 全部老人 是免費的六十歲以上 你澳門都做不到這件事 就不要說 還有一件 你現在所有 現在節省是億幾 他花十幾億 但今次節省一億 我們今次因為千多億 洗剩沒有多少 所以我們要量入圍出 大家要看看 這個量入圍出 量得對不對呢 還有看看金額多少 實際上作為一個福利 或者當作一個津貼的時候 交通費 不要執著那麼多 政府和三金巴士合約 還未到期 還有幾個月 你和新的合約 當他簽的時候 才定身的標準 但是 你不用加市民的錢 由兩元 加到三元 幅度就很大 我現在就有一個擔心 擔心什麼問題呢 你政府呢 就有這樣的力 是強制性 加了巴士的票價 但是我怕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到時和三間巴士公司 公司經不要加價 到時他會加你服務費 你又怎樣呢 你現在就是 三間合作就行了 他合作就行了 大家都不要 那你怎樣呢 如果這次 三間巴士公司 都備加 備加的費用 那你政府 是不是到時 又要拿一筆錢出來 填這個加幅呢 這個呢 我們現在看到 如果你這次加得 我們市民的錢 就會變成一個什麼問題呢 三間巴士公司說 喂 你加了他錢 為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 我說打一份工計數 那個老闆將貨物加了價 加了價 你不加價 不加人工給那個伙計 那個伙計是很生氣的 我一直跟你去評論這件事 就當了你都是時事評論員 現在回到我問你 以你是公共事業關主協會 你市長的身份 這件事呢 就不是由三間巴士公司搞出來的 是由政府搞出來 去加價 但是市民給的錢 由一般的兩元 給到三元 幅度是多了百分之五十 那你怎樣去維護市民權益呢 以你做公共事業關主協會的理事長 怎樣去維護呢 其實我想很多問題呢 現在政府根本上 對於民意 包括社會上一些民意代表 他們的意見 你都是其中一個 我都是其中一個 他們的意見是充以不民 而且還加多個字 充以不民 一意孤行 事前沒有聽到 現在到孤行 你說什麼都是假的 你方現在說 突然間打電話 輝哥 我們改 周末可以不加 周日加 直至到另行再談 聽一下你的意見 會不會 你發覺 原來我發夢而已 那我的電話 24時也不會關 我很歡迎 他有這個電話打給我 所以說 現在整個澳門現在很多事情 尤其是公務運輸範疇裏面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是他們 不要聽說 真是為所欲為 一意孤行 從驗車 從調整收費 從現在的巴士站 關閘巴士站 到現在的巴士價格 還有的士新規章出來 這一大堆東西 其實我們平時 我們都很注意 還有新土地發 拿到一幕抱 所以現在 所有這些方針 有哪一件事 是利民的 我當然 我們不會這麼短時間 今天減少價 明天很麻煩 後日更加大的負擔 這些我們會 你不要談 你讚一下 行不行 我讚他夠 我讚他夠 北安碼頭超支 澳大河瑞超支 輕軌超支 我和你談了很多 但現在試一下 我和你找些東西讚一下 認為他做得好 你找不找得下 有 只有兩個字 叫做夠膽 其他我就不再講了 但如果說真的 不是說他厲害夠膽 是他做了令使命 有膽量 受惠的 數不數得多 受惠的 受惠的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大家都認為 現在所有 尤其是交通這一塊 由頭到尾 我們不覺得 當然他說 不是 澳門現在減了很多車 減了很多車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封災 第二個原因 那些車被你劏殺 他未儲夠錢買 他儲夠錢買 他一樣會買 因為始終你是坐車難 這個是實際 有些人會問 如果是 是不是 改兩元 你就會坐巴士呢 你放棄的私家車呢 是 會 我覺得 我放不放棄 我作為居民 我有自己的權利 但是你這樣加了價 兼初頭 你說沒有時間表 現在一意孤行 我是很生氣的 就是白白色 在節目開頭的時候 就是說 所以現在 我不明白 現在這個範疇裡面的工作 其實 他想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 我真的看不到 好了 講到這裡 就不敢要問一件事 究竟今次這樣加價 有沒有違反到行政 就是這個 是不是可以 令到某些議員 如果想跟進的 他尋求向廉政公署 去申訴 行政申訴 看看有沒有行政違法 希望那些演員 就真的 找多幾本書 開兩晚 椰車 看看 他們有沒有 但是我看一件事 如果公務運輸範疇的 想一些利文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現在利文的東西 是比較抽象的 什麼抽象呢 就是說 現在我們環保的情況好了 因為我們管制車的尾氣牌是大方 這些是抽象的 很抽象的 我都同意 很抽象 這不是說我們每個人去找個標能 還有一些舊車湯了 新的車 它因為越出越漂亮 也都改善了 這個是有的 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電動汽車的趨勢 是迫在眉睫的 現在 其實它現在 在這方面做了多少事情 有多少提出來 因為這個不是說三朝兩天就做得到 要一段 它唯一明顯的 你覺的 就是推出那些電動的士的牌照 還有更加關鍵的 就是說 以後的停車場 新建一定要有幾年 不是要有幾多 是理論上應該全部都有 因為以後 全部都有電動 理論上要有的 你沒有將它怎麼充電 我覺得這個較為容易 第二步就是 將現有的停車場 逐步加回 其實這樣就容易 難在哪裏 你那個電源的供應 電力的供應 未必夠的 所以現在這個又要到時 電力公司又要挖一條機簿 去回每座大廈 因為我做 這個難度 電力公司 我想每條數很容易計 是很容易的 現成那裏 可以不可以 你就當某個地盤 旁邊有幾多棟新的樓 用的電量更多 這樣去充電 這個反映我可以不可以 還有我亦都覺得 企業的水平呢 是高於政府的 這個就是我講出的 實況出來 多謝歐哥